你好 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叫 利益相关者 这本书讲的是 当前的经济体制存在很多弊端 无法持续发展 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需要把经济体制转为利益相关者体制 2019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像是一场突击考试 而在这场考试中 大多数国家表现得并不好 比如说美国这个学霸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对疫情的控制却十分不利 截止到2021年2月 境内确诊人数逼近2900万 死亡人数突破了50万 大量的民众无法得到医疗救助 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停滞 那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刺激经济 但效果依然十分有限 而欧洲的一些好学生表现得也不尽人意 英国曾一度放映不管 想要走群体免疫路线 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也无一例外在2020年呈现负增长 这种种糟糕的表现暴露的是当前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 但是这种脆弱性啊 其实在疫情之前就早已显现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在30年前就敏锐地发现了当前经济模式的弊端 而这种种弊端啊 在今天变得格外明显 他呀 把这一切都写进了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本《利益相关者》中 那本书啊 有两位作者 一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库劳斯·史瓦布 他是日内瓦大学教授 曾经荣获了17项荣誉博士 那另一位啊 是彼得·万哈姆 他是世界经济论坛办公室传媒负责人 那同时啊 也是一名商业作家 擅长办写有关全球经济发展状况 以及重要商业人物作品 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分为三个部分 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第一部分 当前经济体制出现了哪些弊端 第二部分 导致弊端不断显现的原因有哪些 第三部分 如何通过利益相关者体制 来让经济持续发展 那首先啊 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当前经济体制出现了哪些弊端 当前啊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采取的都是以 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那这种制度啊 曾经在历史上 显示出了其无比的优越性 比如说这工业革命首先在欧洲爆发 这后三十年里啊 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工业领域 都取得了飞速发展 5%到6%的GDP增长率是一种常态 然而今天啊 这种制度却在逐步崩溃 从2007年开始 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 都陷入了提远状态 美国首当其冲 欧洲紧随其后 许多西方人啊 都陷入了工作报酬低 且缺乏保障的困境中 而且啊 对于未来陷入了彻底的绝望 那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啊 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 也就是说啊 在它高速发展的背后 隐藏着种种的弊端 那这些弊端啊 随着时间推移 会暴露得越来越清晰 那这些弊端呢 主要包括了三点 经济发展不平等 债务负担不断加重 环境不断恶化 那下面啊 我们就具体来说一说 那下面来说第一点 经济发展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啊 不仅表现在国家和国家之间 那更重要的是 在国家内部 人们的收入变得越来越不平等 不平等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极致恶化 在21世纪初期啊 美国减1%的人群收入 就达到了国民总收入的20% 那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情况啊 也跟美国相差不多 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 占到了国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那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是 资源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平等 那些低收入人群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 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 私立教育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已经成为了中上阶层的特权 人和人啊 已经变得不平等 那这一点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就体现得非常明显 美国那些高收入的社会阶层的感染率明显要更低 而这种不平等啊 会导致积极矛盾的爆发 实际上啊 在美国 西班牙 中东等国家 都曾爆发过抗议活动 屌达他们对于国内经济不平等状况的愤怒 许多西方社会的群众啊 都对政府不再信任 这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性 并且啊 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毕竟啊 社会的运传 无法只依赖于那些金字塔顶层的人 那说完了经济不平等 我们再来说一下 债务负担不等加重 国家呢 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 会通过发行更多货币来刺激经济 这导致了债务的积累 那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啊 截止到2020年年中 全球债务总额达到了258万亿美元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抵全球GDP啊 高出了三倍以上 那相当于啊 你一年只能赚十万元 但是负债啊 却达到了三十多万 那可能啊 有人会说 随着未来赚钱能力的加强 这三十多万的负债也不算什么 但问题是啊 全球经济的发展是放缓的 也就是说啊 赚钱的速度赶不上还钱的速度 那债务负担啊 只会越来越重 债务水平只会不断攀升 那举个例子来说 1991年时啊 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 占GDP的比例大概是55% 那到了2011年啊 就直接突破了100% 那这个速度啊 还在不断增长 债务只会不断累积 而这些债务啊 都需要在某个时间点偿还 但却已经超出了很多国家的偿还能力 那这可能啊 会造成违约 而违约啊 则会让全球经济金融系统 遭受沉重打击 所以啊 经济自然也无法持续发展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环境恶化 经济的发展是以环境被破坏为代价的 那这一点啊 我们应该都不陌生 比如说石油天然气被过度使用 那导致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 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 那还有啊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 对耕地资源和水资源都造成了破坏 那这些对于环境的破坏啊 迟早会威胁人类的健康 给子孙后代带来严重的后果 所以啊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虽然啊 我们这里说的呢 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端 但实际上啊 以政府为主导的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也带来了同样的问题 那只不过呢 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崛起 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晚一些 但它目前啊 还处在发力阶段 比如中国 印度 东盟等新兴市场的GDP 还在持续增长中 所以啊 问题显露的就没有那么明显 但问题啊 一一都存在 比如说 我国不平靠问题也很明显 中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 掌握着其国民总收入的41% 那这种种弊端的存在啊 决定了经济不可能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不能尽快解决这些弊端 那当前的经济体制啊 必然要走向崩溃 人类后代的命运啊 也将陷入危险的境地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讲的第一部分 当前的经济体制 虽然曾经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但它呀 也带来了发展不平等 债务不断累积和环境不断被破坏等弊端 那这注定了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导致弊端不断显现的原因 有哪些 为何经济体制的问题 在近20年来显现得非常明显 那这主要啊 跟全球化的趋势和技术的发展有关系 听到这里啊 你可能会很奇怪 这全球化的趋势和技术的发展 带来的不是经济的增长啊 那为什么还会使得经济发展 进入停滞 导致问题显现呢 那下面啊 我们就来跟你解释一下 那先来跟你说一下全球化 尽管全球化呢 带来了很多好处 但它呀 对英国 美国等工业化大国 造成的通缉 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比如说啊 美国的汽车产业 曾经集中在底特律 后来啊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大部分生产活动都搬到了 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 比如说墨西哥和中国 而欧洲的工业中心啊 情况也差不多 他们呢 转移到了斯洛伐克和捷克等 工资水平更低的国家 那这导致原来的工业中心 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当地人民的失业率升高 工资水平降低 那经济发展啊 也变得迷迷了 而对于那些技术含量 更高的产业来说啊 情况也不容乐观 他们呢 会将利润转移到 其他国家以寻求避税 那这导致了 本国政府税收的减少 那这个问题的出现啊 跟政府本身的政策 有很大关系 在一开始啊 政府为了更好的拥抱成就化 打破外国投资壁垒 制定了自由贸易政策 和浮动汇率制 那这个政策的初衷啊 是好的 但是啊 在某种程度上 却加剧了经济体系的不稳定 提高了金融全球化的风险 比如说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 就使得美国的经济 遭到重创 那说完了全球化呀 我们再来说一说技术发展 技术发展啊 使得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消失了 那尤其是那些劳动力岗位 被先进的自动化技术 彻底取代了 比如在美国 从1990年到2016年 制造业就减少了近 560万个工作岗位 工业化城市的就业数量 遭到了大幅削减 那这让很多人啊 感到恐惧 不少国家呢 为了赢购选民开始努力挽救 或者是恢复制造业岗位 但是啊 这种政策 其实无法改变技术发展的浪潮 那除此之外啊 技术的发展 也改变了发达国家的商业环境 科技公司的垄断力量 越来越强大 比如说在美国 谷歌卑软等科技公司 会通过收购 或者是模仿竞争对手 来保护自己的市场 那这跟过去的垄断企业啊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科技公司的这种做法啊 其实抑制了经济发展和良性竞争 那最终啊 把财富和权力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 造成了发展的不平等 那这就是全球化和技术发展带来的弊端 但是啊 全球化和技术发展 并不是导致本体产生的根本原因 因为这两大趋势啊 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它可以推动国家的发展 改善国民的生活 那也有不少工业国家呀 从全球化的浪潮中受益 比如说丹麦作为一个工业国家 曾经呢 是世界的造成工厂 但是啊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这一地位已经被日本 中国 韩国等大型企业取代 但丹麦啊 并没有把技术当成是恐惧的因素 反而啊 将新技术视为是机会 他们呢 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脾系 当新技术出现时啊 公司会给员工提供充足的培训机会 人们啊 根本不需要担心失业 那即使是失业了 工会的人呢 也会给员工打电话 按台回面 了解具体情况 看看员工是否需要提高技能 并且啊 帮助他们进行再作业 丹麦在全国呢 建立了很多学校 那就是为了让劳动力 接受再培训和再教育 所以啊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 丹麦充没了受益者 而且啊 它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 那相比之下呢 美国对劳动力的教育是缺失的 他们呢 没有一个涵盖范围广泛的 员工培训制度 也没有有效的政策 帮助失业者 重返劳动力市场 所以啊 作者认为 全球化和技术 只是加剧了分化 而分化的根本原因啊 是国家政府的选择 而政府的选择呀 是跟国家的经济体制 就关系的 那这一点啊 我们将在第三部分 跟你详细解释 那以上啊 就是我们讲的第二部分 经济停滞 经济发展弊端不断显现 那是因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和技术的革新存在负面影响 而国家政府 因为追求错误的指标 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那最后啊 我们来看看第三部分内容 如何通过利益相关者体制 来让经济持续发展 利益相关者制度 这个概念啊 是作者施瓦布首次提出的 它区别于当下以市场或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 那作者认为啊 现在全球的经济体制 注重的是GDP的总体增长 而利益相关者注重的 则是包容性的发展 那这两种经济体制 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啊 用企业来打一个比方 当下的经济体制啊 就类似于把股东利益 放在第一位的企业 那这些企业啊 认为自己的主要责任 就是增加利润 而利益相关者制度啊 考虑的呀 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 还有考虑客户 员工 供应商和社会等利益相关方 利润啊 并不是企业的第一要素 那同样的道理 当下的经济体制 考虑的呀 主要是GDP的增长 那也就是经济的发展 而利益相关者考虑的呀 不仅仅是经济的整体发展 还需要考虑更广泛的目标 社会整体的健康和财富 以及整个地球和子孙后代的 健康和福祉 那其中啊 有四个关键利益者需要考虑 政府公民社会 企业和国际社会 而每个利益者啊 都有自己主要的目标 那企业的主要目标啊 是追求利润 追求长期价值创造 而公民社会的主要目标啊 是每个组织的宗旨和使命 政府的主要追求啊 是公平的繁荣 而国际社会 则需要致力于实现和平 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啊 需要充分考虑这四个关键利益者 那在利益相关者制度中啊 有一个重要的信念 那就是只有当社会中所有人都兴望发达 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兴望发达时 那社会啊 才算是发展到最好 所以啊 任何相关决策的制定 那都需要这四个相关利益者的代表 进行参与 那只有这样啊 政策的制定才具有包容性 那比如说 美国近几年来之所以出现工人阶级的崩溃 那很大程度上啊 跟美国工会参与度的下降就有关系 因为工人的声音很少被真正听到 而在丹麦啊 工会的代表权很强 那就使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更多地考虑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那这样一来啊 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被降低了 而非包容性的政策啊 不仅不利于工人 那从长远来看啊 对所有人的结果都是不利的 因为工人的工资没有实现增长 导致美国社会的凝聚力下降 且缺乏韧性 那一旦遇到新冠疫情 这种突发公共危机事件 或者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影响 那社会啊 就会暴露出种种问题 那仅仅拥有利益相关转的参与啊 还是不够的 那还需要有制衡机构的参与 因为不同的利益方呢 可能会产生冲突 那这种情况下啊 就需要独立机构进行平衡 以防止权力的失衡 那这种制衡机构啊 可以由国内的公共机构单元 但也可以啊 由国际机构单元 那除此之外呢 政府啊还需要从 关注短期财务指标 转向关注长期目标 那比如关注教育 培训和保护地球领域的投资 而这些长期目标啊 迟早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那为了做到这一点啊 我们需要从GDP的衡量指标 转向创造性指标 比如说啊 我们可以关注人均收入中位数 这能够更好的反映 人们的真实经济状况 那我们还可以关注国家的自然资本 那这个指标啊 包含了国家的生态系统 鱼类资源 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 另外啊 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 也提出了一套 利益相关者衡量指标 里面呢 包括了温室气铁排放 多氧性 员工健康等多个变量 国家呀 也可以用这个作为参考 那这就是利益相关者制度的运行模式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啊 那国家的经济啊 就可以实现 可持续发展 那总结一下啊 利益相关者制度 不仅仅考虑经济的整体发展 还需要考虑更广泛的目标 在践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啊 需要政府 公民社会 企业和国际社会等利益方的参与 需要制衡机构的平衡 以及需要从对短期财务指标的关注 转向长期目标 那好了 以上呢 就是利益相关者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呢 来总结一下 这本书啊 分三个部分 讲述了当前的经济体制 存在很多弊端 无法持续发展 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啊 我们需要把经济体制 转为利益相关者体制 首先啊 我们讲了 当前的经济体制 主要带来的三大弊端 发展不平等 债务不断累积 和环境不断被破坏 那接着呢 我们讲了 经济体制问题的显露 跟全球化和技术发展有关系 那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啊 是政府错误的选择 使得经济发展 未能享受到 全球化和技术发展的好处 反而啊 受到了负面影响 那最后啊 我们讲了 为了解决当下经济体制的问题 我们需要拥抱相关利益者制度 那这需要考虑多方利益 让所有相关利益方 参与政策的制定 还需要制衡机构 进行全力的平衡 以及啊 放弃对GDP 这种纯财务指标的关注 转而啊 拥抱包容性更强 考虑更长远的 创新性指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ase